在帶您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廉價出遊很多人不想 人幾人都會去尋找秘境 新竹縣琼鄉 飛鳳山系的中坑山三角點 對面山頭的樹海當中 竟然就出現了箭指天上的巨型箭頭圖案 猶如是台版的納斯卡線 一方的山友和當地居民熱烈討論 放眼望去 對面一片枉域的山林 竟然出現一個明顯的巨型箭頭指向天空 讓來到這裡爬山的登山客 可以清楚看到 興奮地拿起手機拍照 因為今天突然爬這座山 然後意外地發現這個箭頭 然後覺得很特別 過去在秘魯納斯卡沙漠上 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巨型地面圖形 納斯卡線 以幾何線條和動物圖樣為主的地化 誕生的原因到現在依然眾說紛紜 如今在台灣飛鳳山中坑山三角點處 對面的山頭也出現了由山林組成的神秘圖形 遠看就像上升的箭頭 就像台版的納斯卡線 它的植被是一個箭頭形的 這個其實是很特殊的一個情況 很少看到的 然後這個箭頭剛好劍子天上 看樣子可以代表台灣的國運 有遊客認為這是大自然的傑作 因土石流過後長出新的植被 跟舊有的林像形成錯落的畫面 也有人認為那裡是其實是私人土地 是人為的林木更新 形成的原因引起了熱烈討論 目前來看可能是雜樹林 跟我們的果園可能高低差 所以造成自然的一個景觀 由於箭頭向上的緣故 也被當地人視為真正日上的好兆頭 相信不久也會成為熱門的打卡經典 記者綜合報導